因為譬如說結婚啊搬家啊什麼元宿 然後你就把房子都搬帶過去送嗎 其實不是喔 我們那時候必須要看那個日本殖民地 那個時候怎麼對待台灣 我們都知道日本呢 他就是在台灣就是讓台灣種到 種甘蔗透過米糖經濟的方式 然後來獲取一些他們要的資源嘛 可是呢其實也不是只有米糖 這兩大作物而已 就不是只有米糖甘蔗 那還包括什麼 還包括他其實還有一個叫做水果 他通過水果然後也幫賺取外匯 然後一方面賺取外匯 一方面是補充他們日本島內的 那個對於那個維生素C的需求 然後那時候三個三大的那個水果輸出品 輸到日本 一個就是我們都知道鳳梨 另外一個是香蕉 對 第三個就是柑橘類 柑橘類裡面呢就包含的紋蛋 這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斗六開始在做紋蛋 不過不過那個 這題外話 因為我已經想到說 之前那個那個國慶 我國慶郎就蔡宜文就職大典 就是我會出現的那個水果 代表台灣的水果是香蕉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香蕉 香蕉來台灣的歷史 文旦還 好飽 所以怎麼會是那個香蕉代表台灣 而不是文旦代表台灣 但也沒有晚多久啊 他是那個乾隆年間才來的 可是這起碼是康熙年間來的 好 那是紋蛋黃 然後就是那個 從日本時代 因為他主要是想要那個在台灣 因為他可能要到台灣的那個地理環境 所以他可以種植的那個熱帶 負熱帶的水果 一方面可以外銷 一方面可以攻擊他們島內人民 對維生素C的要求 所以就那個剛剛講 那三大二水果 其中一個柑橘類就包含了文旦 所以那日本政府其實是非常有意的 在推動這種柑橘類水果的種植 怎麼有意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新潮時代可能就是 我們一家一戶 我們的院子面就連心栽種文旦嘛 對不對 可是日本政府的做法不是這樣子 他不是讓你那你愛解回解 他是有意的 他什麼 他搞 譬如說那個我們帶種植示範區 在麻豆 種植示範區 然後還請專家來教你怎麼種 然後還怎樣 還有什麼 那個連種苗 因為他怕你那個種苗不好 生產出來的品質就不好 連種苗都由日本政府幫你培育 然後一開始鼓勵你種植 所以種苗還不用錢 對 出乎此類的方式 所以是非常有意識的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產業 然後在那個時候推動 那抖六的文旦 也就在那個時候就開始種植 不過抖六文旦在那個 剛剛講說有紀錄的是1910年 1910年的時候 抖六文旦有紀錄的那個科數 抖六文旦的那個科數大概是58顆 很少啊 夠三倍 58顆 大概那個書裡面有提到 換出來的話大概是生產22項物一單位 好 58株喔 可是到了1942年的時候 過了30多年就變了1萬多株 對然後那個種植面積大概是40公頃 那個4公頃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4公頃就是2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 看起來我已經過了30年 欸 充如18株變成1萬多株啊 好像進展提不錯的喔 不過但那個跟現在的規模 現在有182公頃來比 這個4公頃其實還是蠻小的喔 好 總之那個時候呢 抖六開始做文旦 而且喔 它是被當成產業 對就是經濟作物的方式喔 在那個從事種植了 好 可是為什麼一開始呢 只有58株 其實到1934年的時候呢 也不過才40公頃 就是如果它再跟麻豆比起來的話 它的那個種植的株數 然後還有那個種植面積 其實還是沒辦法像麻豆那麼的龐大 其實它已經被當成經濟作物喔 那其實就要從那個 還是要回到那個米糖經濟來談 然後為什麼這個時候 特別秀出這位老先生喔 這個老先生 當然你可以順便講一下喔 這位文旦樓 他叫做劉昭男 然後這後面呢 是他的那個屁股叉改成的 就是有床喔 然後還搭一個文教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只要文旦收成 要賣的那段日子喔 那一兩個月 他都會睡在這裡 然後這就是睡在他的文旦園裡面喔 為什麼 因為怕小偷一進來偷他的文旦 因為如果文旦被偷走 他有損失喔 然後他就沒辦法養他的孫子 因為他兒子很早就過世了 然後媳婦也跑了 然後所以他就幫這個跑掉的媳婦 養兩個孫子 那但特別講他不是因為他的那個 這個人生的故事是有感的 而是在於說 那時候大家聊他的那個整個 為什麼會從事文旦種植的過程裡面呢? 就跟我們剛剛談到的那個抖六文旦 為什麼即使在日本政府有意推動之下 他的那個種植面積還是沒有像馬朵文旦那麼厲害 那個米唐經濟有關喔 他在那個做文旦之前 他是一個腳踏車師傅 那他腳踏車店開在哪裡? 那腳踏車店呢 就開在抖六堂廠旁邊 那過去抖六堂廠還沒有關掉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那個 那個小火車啊或是堂廠勾人 然後經常在那邊經濟出出的 那那個年代呢 其實還沒有摩托車嘛 所以他要騎腳踏車 所以他就光是幫這些堂廠功能修腳踏車 他這個年代就累積一筆錢 因為資本喔 然後這筆資本其實就可以讓他的未來 能夠買到這個喔 這塊農地喔 因為有這塊農地 所以他就可以幫他的母子喔 養兩個孫子長大 好 那剛剛談到說抖六堂廠喔 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米堂經濟 米堂經濟喔 是因為那個抖六喔 他的第一位子 那可能他說他其實 我們就是雲林就是在那個 濁水溪下面而已對不對 那我們在講米堂經濟的時候 其實是以濁水溪為界 就是藍堂北米嘛 濁水溪一南的 就讓你種甘蔗 濁水溪一倍了 就讓你種到米 這是日本那個年代那個時候的 劃分的方式 好 那因為抖六喔 他剛好就在這個 南唐北米交界之處 所以 稻米也有 甘蔗也有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殖民地的 對這兩個農產品的大量需求 所以農民呢 其實他會選擇什麼 要嘛就是種甘蔗 要嘛就是種稻米 那我們會說 那個年代種蚌子 不是都被那個蕙色剝削嗎 可是我們要再回到那個年代來看喔 就是為什麼 農民知道有時候 農產品價格會崩盤 然後可是還是會搶做的樣子 他還是有經濟理性的去算喔 最起碼他們種這些 雖然被剝削 可是代表有誰 代表有人還是會收購啊 對不對 這比他們去種別的作物 可是不立賣的出去 還是來得有保障 這是叫做那個 不得已種的 不得已喔 好 所以那個時候 在這樣 因為他處於這中間嘛 又選擇種稻 選擇種甘蔗 所以其實 其實有一堆龍之下 斗六的那個 文旦的種子數量 就是沒有辦法像麻豆一樣 那個大滅積喔 好 然後這個斗六幫求場 這個沒有寫在書裡面喔 裡面那個 鋪排這本 這本書的那個 合作對象的和諧喔 為什麼今天會特別拿出來講 是因為 我剛剛提到說那個 斗六文旦 他開始 在 開始種植之後 其實 他有一個 最早的發源地 然後就是斗六棒球場 的這一塊也是屬於 他最早發源地之一 可是那個時候 然後我們在整個那個 時代發展的情況之下 之後是 出於什麼樣的一個發展主義 或是那個 都市更新的觀念 總之呢 這一片的地方 一大片的文旦樹 全部都產平了 然後拿蓋什麼 棒球場 以及周邊的那些豪宅喔 斗六的豪宅喔 然後他們一棵樹的賠償金額 才五千塊喔 好 而且特別出來拿出來講 是因為 如果真的有心看中這個喔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台灣農業其實是有前景 然後你真的很珍惜的話 那其實 我們應該解釋老師 真的有必要去蓋一個 正常的棒球場 而且使用率還非常低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周期棒球場 為什麼 我們斗六 從來沒有去養 任何一支職業棒球隊 對不對 連職棒球賽 都沒有在這點比賽 對 有喔 有喔 好 好 這剛剛提到了喔 這提到了 欸為什麼 斗六一開始出現 文旦的一個歷史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 跳過 國民黨政府接受 然後直奔 1965年 因為那個 時代巨人 又開始重新啟動了 好 這我列出了幾個 四個主要的那個年份喔 那個 1965 1965 1972 1979 這個不會報名牌齁 這個那個 1965年呢 現在講那個時代巨人 1965年的時候呢 台灣的那個 農業就業人口數 只剩下降 從前都往上爬 1965年之後開始往下降 然後從1965年開始往下降 然後1994年的時候呢 跌破了一百萬 喔 2006年的時候呢 台灣的農業就業人口數 就只剩五十五萬 那我們剛剛提到現在 農業就業人口數是五四萬幾千 喔 五四萬四千嘛 所以跟五十五萬差不多 所以是我們的那個 從農的人口喔 這十年來 大概是維持這樣的人數 不過這其實 這不是說什麼超委定結構喔 不是喔 是代表了那個 心血的注入喔 是非常的緩慢喔 所以才會一直維持在 五十五萬 這個數字這樣子 好 1969年的時候呢 台灣的農業生產種子 第一次出現負成長 然後 為什麼1969年開始出現負成長 它其實跟1965年之後的1966年有關係 1966年呢 是台灣的第一個加工出口區 高雄那一個 它成立喔 對 然後台灣從成立加工出口區開始 我們就開始推動什麼 出口替代政策 出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 那出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的話 就是它需要什麼 更多的勞動力 進到那個加工出口區的工廠裡面工作嘛 那你沒有 沒有這些人 那我們社加工出口去 出口去有什麼用 在那個 這之前 就是台灣其實從國民政府 從國民黨政府來台灣之後 一直推動的政策 在稻米上 在農業上都一直採取叫做 壓制米價政策 什麼叫壓制米價 就是它會讓你的稻米價格 不要太好 不能太高 那維持一個低 低 較低的稻米價格 這個獲利有什麼 它好處是什麼 如果就那個那個時候政府的角度而言 的好處 當然就是就等你的角度 就政府的角度而言 那個好處是什麼 就想說 嗯 因為你知道 人的工資 它其實是跟你的勞動力再生產有關 那所謂的勞動力再生產就是什麼 我可以買多少糧食 就是維持我的生活所需的那個生產價格 有關係 這是連動的 反正我們就說跟物價水水無關 就是如果我必須要花那麼多錢去買糧食的話 那代表我的工資也要提高 那如果 因為我連糧食都買不起 那表示說 欸那這樣子 我的工資是不是就不夠用 不夠用我們就要提高啊 好 所以 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政府大概就是把你的糧食價格壓低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那個什麼 工資的價格呢 就可以不用那麼高 你就可以低一點 這一方面是如此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什麼 另外一方面這麼想 如果我讓你生產到你的價格好 那是不是表示說 你農村裡面的人 你就不會想要出來打工啦 不會想要出來工作 因為我就留在農村裡面種稻 就可以過好日子啦 對不對 就當然讓你到你價格低 然後到你價格不好 你就會覺得 欸那農村裡面 莫子靠種稻 我是沒辦法維持一家大的生活 這時候我就會出來城市裡面工作 所以有雙重效果 好 這些這樣壓制下去的話 我們那個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嘛 我們那時候都說嘛 台灣的經濟行李是什麼 就是有一票廉價的勞動力 對不對 就是靠這樣子啊 靠壓制動的價格 然後我們把這個廉價勞動力的 其中一個基礎建立好了 好 所以就為了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出口替代工業化 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大局 那可是這個時候會物極必反 什麼物極必反 就是一堆人跑出去外面打工之後 那留在農村生產稻米的人就變少啦 當你生產稻米的人變少 那稻米產量就變少 稻米產量變少 我們做那個最簡單工需需求來看的話 那是稻米價格就要上漲 對不對 稻米價格上漲 農民 然後一般工人他就買不起這樣的米 這樣的價格而已 所以他就會要求 而且物價就上漲 所以工人就會要求工資上漲 可是要求工資上漲呢 就對那時候台灣政府來說 還有資本家來說 大家會覺得說 那那不對就不好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如果再讓這個生產的那個 繼續負成長的話 就會造成這樣的問題喔 就是工資會有上漲的壓力 所以在1972年的時候呢 蔣經國重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喔 叫李登輝 李登輝一上來之後呢 他會什麼 他說我不壓制稻米價格了 他用資質的姓米價齁 還有農村建設 要來幹嘛 要來複利農村 然後那個時候 當然就是農村建設 然後主要是這個資質米價 這資質米價就是 我保證用什麼樣的價格 來跟你到農收購這個道理 然後呢 你在有這樣的保證價格之下呢 那你就會願意生產 然後而且還會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比較不錯的收入 那不至於讓農村破敗喔 那這也造成了一個效果 那效果就是 好 我農村呢 有政府出勤來建設 然後農民的收入呢 也透過這種支持姓米價呢 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而且還算不錯的收入 所以其實它是把那個社會福利 就變成是個人化 就然後就是你比如說我這個家庭裡面 我兒子出去外地打勾嘛 然後我這個老爸老媽有在家裡面務農 那原本呢 種的道理價格很低 然後可能就沒辦法養我 所以我兒子他還要拿錢回來 那現在靠了李登輝這個政策呢 欸我職光重道喔 我養我這兩個老人喔 也夠了 所以兒子拿回來的錢就比較少 兒子拿回來的錢比較少 你就不會吵著幹嘛 你就不會吵著說 要跟資方要加薪喔 這就是那個這個農業政策 李登輝農業政策的一個效果 可是呢這樣推行到1979年的時候出問題喔 為什麼到1979年出問題 因為1979年的時候我們中美斷交喔 台美斷交喔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喔 那也就是說也是台灣的農業 另外一個非常大的轉型喔 為了持續維護喔台美關係 然後所以台灣那時候就成立了一個喔 叫台灣農業採購團 專門去美國買什麼 來燙的小麥、玉米、黃豆這類雜糧 然後為什麼要買這些呢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美國農業州的議員 可以支持台美那個台灣特殊 台灣那個什麼方法 好然後台灣特殊關係法 然後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用一堆錢 然後讓美國農產品進來台灣 那一旦進來之後呢 看你想到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飲食習慣改變 因為你進來了一堆這些東西嘛 那吃到米吃米的人就變少了 留在城市裡面 好那可是那也造成說 台灣原本種植雜糧的農民 他沒辦法跟美國這些雜糧 連假的雜糧競爭 所以連帶了呢 連種植雜糧的人數變少 大家都知道說為什麼 現在台灣的黑豆、小麥 為什麼會那麼值得珍惜 就是因為在那個時候 就被美國農產品 給這樣大軍給壓到了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台灣的時代血文量一高 好 我們就回到說 那回到斗六這個農村來看 這個是文旦採收的情形喔 然後主要是跟大家說 其實斗六他那個文旦農老化的 但不只是文旦農分的 還包括說幫他們進行採收的這些文旦阿姨們 不過其實這沒有辦法寫在書裡面喔 因為主角不是他們 不過其實他們其實是還滿值得 受到關注的一群喔 因為採收文旦其實要非常小心 然後他們都是一群老師傅喔 好 然後這個 這個是那個斗六的一個文旦農 叫陳萬生 那他在1992年的時候有得到升獎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脈絡裡面提到他 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台灣不是那個 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下 其實台灣農村其實是 嗯 貂屁又好像曾經想好復甦過 可是呢 又貂屁過 那他的這個 他務農經驗已經有五十多年喔 那換算起來其實大概就是1960年代 六年代中到末的時候 他就開始務農喔 很年輕 可是不要覺得說 欸他是很老喔 其實他現在也不到那個 六 不到七十歲 我才六十出頭 那可是務農年齡有五十年對不對 那是因為他那個 那個高中沒有念完 然後就開始跟著老爸務農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農村貂屁過 那他們家的狀況就是如此 他老爸有農地要顧 可是家裡面呢 能夠成為那個老鬥利了 就是除了他老爸之外就是他 所以他那時候即使很優秀喔 考上了那個朵六高中 那年代碼不容易喔 朵六高中在朵六當地也算是第一次月了 可是沒關係啊 原本歡歡喜喜的 那個開學的時候都穿著制服進去喔 然後那個隔天喔 就還是被老爸給那個裝回來 然後從此就放棄學業喔 就這個念書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已經是不難想 然後就開始 然後就從事那個那個務農喔 因為他其實是一九八 然後到一九八幾年的時候才開始做文旦 所以他之前其實都是做 嗯 稻米啊 雜糧 然後日子其實過得都不是很好 就他要說吧 都不是因為做文旦的話 要不然他那個之前種植就 就倒脫了兩人喔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喔 就是他是那個時代的建設人喔 然後在這一個呢 他是年輕人 如果以農民平均年齡六十二歲來說 那他這個大概四十五歲左右 其實這個已經算是農民中的年輕人喔 好 而且呢 比如我們剛剛那個十一趴 就是二十四歲到四十四歲呢 也不過才多了一歲喔 好 好 所以那個 甚至他如果在訪台的更早的話呢 他就屬於那十一趴之中 好 就是他沒有經歷到前面那一段 可是呢 他知道 因為他父親經歷過那一段 所以他知道那一段 台灣的農村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那個 學業完成之後 但不會想要說 待在他這種所謂的比較窮困的農村裡面 所以他出去外頭工作 可是 因為你知道景氣一定是循環的 當景氣又開始衰落的時候 城市又 城市裡面的公司工廠 又開始在裁員的時候 就一旦出現大量裁員的這種狀況 一定會有人又再回到農村嘛 那他就屬於這樣的人 可是 為什麼特別要想要出來講 是因為 他有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是非常中肯喔 就是我們現在大家會聽到很多 年輕人百姓都會說 就是 要回來照顧爸爸媽媽 對不對 好 諸如此類的 然後 所以就回來了 或者說 還念故鄉或什麼 然後所以就回來了 可是他不是喔 因為他知道過去台灣農村的那個 衰敗的模樣 所以當他也因為景氣循環 然後被裁員 然後在猶豫著要不要回來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 他說 如果家裡面還是繼續重道的話 他不會回來的喔 沒有要知道 如果家裡還是重道的話 那日子其實一定很苦 那到布我們還留在城市裡面 就算是打零工也好 對 就算那個還找不到 一十天的找不到政治工作的都好 可是因為家裡 他還 被家裡還留有一塊 那個文袋鐵給他 所以他才覺得 他有比較好的條件可以回來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剛剛提到說 就是剛剛講到很多嗎 像包括說 欸 陳萬生 這跟石龍講的喔 他那個小時候苦過喔 然後呢 在沒有重文袋之前呢 也很辛苦了 跟著老婆重雜糧 重水稻 然後剛剛那個 陳秋琪 然後那年輕人 不到五十歲了 也說過 如果不是因為有文袋園 家裡有留 他老爸有留給他這塊文袋園 否則的話他不會回來 好 所以文袋文袋 文袋其實當然就相對於水稻來說 他是高經濟價值的作物 那 我們剛剛提到說 董劉爾其實在 嗯 有文袋歷手一百年 可是 可以讓這些農民覺得說 欸 我好像還可以靠重文袋來改善生活 他一定還有其他一些條件 然後這條件其實就是 這書裡面其實會要 嗯 這裡就是董劉文袋歷史中 一個 他們董劉士公所認為 應該是重點的一個重點 在就是在於這個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在那個 古早年代 那 文袋樹下 採文袋的工人的樣子喔 好 那個時候都還是用竹樓在裝齁 那個 斗佑文袋 斗佑文袋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嗯 他們都會講 就他們把文袋採下來裝到竹樓之後 然後就會有盤商過來 那盤商呢就會在竹樓的那裡面的文袋呢 貼上一顆一顆貼上喔 麻豆文袋的那個圓形小小貼子 你就 你看 就盤商來到斗佑的文袋園 然後在這個竹樓的文袋上面呢 一顆就貼上麻豆文袋的小貼子 然後他們都會一直很強調這個 一個過去的歷史喔 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覺得斗佑文袋其實品質很好 就是因為品質很好 所以才會被麻豆的盤商 齁 拿來跟麻豆文袋混裝在一塊 然後賣到台北 然後用很好價格賣到台北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那個 他們賣到台北的麻豆文袋 其實是我們斗佑文袋 好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景喔 所以他們都會用 代工兩個字來形容這段過去喔 齁 那個副標裡面也有提到代工這兩則 那我們當然覺得說 欸 他們可能覺得後來的所有行為 其實是為了擺脫那個代工的命運喔 也是如此喔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從那個 現在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那也不叫做擺脫代工的命運喔 我們可以看喔 其實他們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是不去挑戰攀商 而走向自殘自消 對 我們都知道 如果現在我們是現代小農 然後我們要自殘自消的話 我們一定要幹嘛 要打出自己的名號對不對 因為靠盤商嘛 那你要打出自己的名號 就跟他們當初 為什麼不要讓盤商掛麻豆文袋 然後他們要自己去搞 斗佑文袋這個名號有關喔 其實就是在挑戰那個 這個盤商的制度喔 那挑戰盤商這個制度呢 那時候其實斗佑的那些文袋喔 個別的人是沒有這樣想過 反正是農會 他是第一個主要的發動者 那為什麼會農會是第一個主要發動者 是因為那時候農會主要是叫張傑光 他那時候他也有做文袋 因為他有做文袋 然後因為文袋要叫我彈商 然後才知道 哇賽竟然會被剝削的那麼厲害喔 那既然他是一個總幹事嘛 那他一定要想辦法改善這個情況 那我們再談到說 誒自殘自消如何讓自己的名號打出來 因為想說誒 就是阿哥啊 開記者會啊對不對 直接跟記得講 雖然已經有什麼樣品牌的農產品上市喔 看記者會願不願意來報導 然後在1979年喔 就是桌美斷交那一年 這個總幹事呢也想到他要開記者會 所以他在1979年的時候呢 他就拉了一票幾個農民喔 就有心喔 還在做文袋 而且做得不錯喔 一個農民喔 說誒我們一起去台北開記者會喔 但因為如果我們在抖六刊 那個林安那個記者可能不會下來喔 所以但是直接殺到台北去喔 就是那個台北那個第一股菜公司那邊喔 開記者會 然後那時候那個抖六刺政長也跟著去喔 好 記者會呢看到那個 我們聽那時候行喔 那手法非常細緻喔 就是他一定會切好文蛋 文蛋一定抬好殺好 然後請記者試吃喔 然後記者在現場吃完就覺得再不絕口 隔天當然就是開始見報啦 然後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查資料 果然因為那個報紙龍報很多 就是什麼哇 你們竟然還有抖六文蛋啊 如何如何 好 這